据台媒报道 2020台湾选举进入倒计时 寻求连任的蔡英文 再度拉拢所谓的网红抬高声势 近日她前往高雄 参访新媒体新创产业时 出现了一场被岛内所谓网红 波特王的土味情话 硬撩的高能片段 波特王日前将蔡英文的参访影片 发布在网络上 你们都是高雄人吗 我是你的人 你又来了 我没有把你当成偶像 我把你当成我的结婚对象 在引起大陆网友关注之前 这则视频因为过于油腻 已经引发倒内网友的不满 有网友痛批蔡英文 身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竟然与网红打情骂俏 还有网友嘲讽到 蔡英文居然要靠网红来拉选票 这样的举止太轻浮太随便 更有网友质疑 身为领导人 是否更应该回归政绩本身 虽然这则视频并没有发布在 波特王的微博等社交媒体上 但在一些大微博主的转发下 有大陆网友关注到 波特王在视频及配文中 出现涉及所谓台独的不当言论 对其表示抵制 针对此事 波特王在大陆的签约平台 Pepitube 及徐州自由自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随即发布解约声明 声明强调 此次解约 主要由于博主价值观和产生的行为 与公司一直推崇的正职专业等精神 产生较大分歧 公司对于旗下签约博主波特王 在社交平台发表的不当言行 表示强烈谴责 实在难以接受 因此做出解约的决定 声明还表示 该公司严厉斥责任何有损国家荣誉的言行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捍卫国家主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